昨天的一場大事大家應該都有鎖定吧 關於川普總統當選了 那現在習近平置賀店 講大白話講了些什麼 但是最主要是我們看到這個哈佛的學者 他現在斷言了 美國跟台灣之間的交易性的互動到底為何呢 我們先看到最旁邊 現在有傳聞說這個 川普當選了賴清的好像想打電話跟他說聲 謝謝 說聲你好厲害喔 但是目前這個到底是真的假的 先打上一個問號 不過在11月6號的國安會議上面 確實有PO文 發文祝賀了 而美國國務卿的大任門人選之一的歐布萊恩 他也真的回文道謝了 針對是不是有川Line通話呢 好 總統府發言人郭亞衛就已經來表示了 他說已經轉制了賀涵 沒有所謂的尋求通話制賀安排的這件事情 無論是美國還是任何一個黨派執政 對台灣來說都有跨黨派的支持 所以這部分賴總統強調的是不用擔心 那行政院長卓榮泰也說了 他會密切的注意世界局勢並且提高應變能力 外交部長林佳龍這次的話就比較多一點 他說到讓美國再次偉大不能沒有台灣 台灣站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推動經濟外交跟榮邦計劃和川普是同一政策的方向 相信會對接的很好 以美論是沒有必要的 再來提到 由於川普重要的幕僚建立了聯繫的管道 並且相信川普上任之後 美國對台灣的支持也都會將繼續繼續的延續 針對中方可能加大的灰帶攻勢呢 我方政府也做好了因應的策略 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日前在造勢的活動上面 引射我國奧運的拳擊金牌選手林玉婷的性別爭議 立委洪孟凱針對這件事情質詢到的時候呢 表示川普不止一次攻擊我國選手的性別疑慮 外交部怎麼都沒有反應 外交部長林佳龍並沒有正面的回答 只強調說我們就是捍衛我們的選手 面對洪孟凱不斷的追問 那麼林佳龍的態度就是不斷的閃躲 最後乾脆反問洪孟凱 這是川普選舉期間的語言 選舉期間每件事情都要回應嗎 我們的林玉婷選手他拿到金牌 奧運的資格也審查沒有問題了 他是貨真價實的金牌選手嘛 對不對 那但是川普他在過去選舉的時候 或甚至說選前造勢的時候 都一而再再而三去提到這件事情 我沒有看到我們外交部有任何反應 我們就像我剛剛講的 當然我們就是相信奧運的一個 就是競賽的規則 即便他是現在自由世界最高的領導人 即便他現在當選了 但是他能夠用這樣四肢而非的言論 去攻擊我們的選手嗎 因為他沒有指名 但是因為他講的當然先前有一些脈絡 所以像盧洪委員講的 我們就是捍衛我們台灣的奧運選手 他們得到的獎牌啊 是 部長 所以捍衛我們的選手 如果說任何國家任何人講出四肢而非 言論攻擊我們的選手 我們都應該要跳出來 澄清主張表達我們的立場是吧 對 就像委員現在問我 我就是這樣表達 是 但是那川普現在講這樣的一個部分 我們怎麼沒有看我們的駐美代表 駐美辦事處有任何的一個回應 因為他沒有 就最近這次選舉 他在那個場合 我們要像經濟部長之前被問到的時候 一樣經濟部長在被選有講是說 什麼台灣要付費 經濟部長回應是說 川普又沒有直接來問我 所以我不用回答他 我們的立場很一致 可是他現在就是公開的在媒體上造勢 我們的貨尊駕駛的奧運金牌選手 是 是 那有任何人如果說他這樣子持續攻擊 我們難道不用去嚴正的立場表達嗎 如果你委員問我 我就在這裡表達啊 所以川普沒有直接問你 你就不用回答川普的話 我在選舉期間 我每件事情我都要去回應嘛 他指導我們啊 重點是他指導我們 如果你講最近這一次 你要去詳細看他的文字 這樣你不覺得這樣子是拓面自甘嗎 不會 就人家都已經 我的立場都有拉你 好 我們現在來到國際消息 現在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呢 習近平那邊的動作是怎麼樣呢 可以看得到他直接就談話起來的大白話 看到呢習近平提到了 歷史上面表示 中美如果合作呢是有好處的 如果相鬥則是會受傷的 判雙方相互尊重 和平共處 合作共贏的原則 加強共通的管控分歧 拓展互利合作走出一條新時期 中美正確的相處之道 講完這些話之後呢 再來看到的是南韓的影席月 跟日本首相石破帽 其實他們都已經跟川普通過電話了 都說好要來見面聊聊天 但是還沒有確定時間啦 不過該說的祝賀都已經講了 那麼看到這個哈佛的榮譽教授呢 約瑟夫奈伊就提到說 川普第二任期的對台 將態度會更聚焦在交易性上面的互動 研判不會有大幅度的更動 對台軍售的政策 將透過豪珠戰略的協助台灣 讓中國有所警惕 那針對這些呢 其實還有很多的學者們 他們也有話要說 我們先看到第一位 川普未來的外交安全團隊 將會充斥著鷹派 可能把台灣作為在戰略上面 遏制中國的一個重要籌碼 中美之間最大的衝擊 首先可能是在經貿的領域 再來我們看到另外一位是提到說 第一川普不重視意識形態 這對大陸 美國還有幻想的是一個警示 第二川普的孤立主義 肯定會削弱美國和盟友之間的聯繫 那麼最後在台灣的問題上面 川普上台後對北京是比較有利的 我們看到的是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川普回鍋當上了選美國第47任的總統 那據外媒的報導呢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也致電 恭賀了川普勝選 中美的關係勢必又要面臨 新一輪的磨合期 那面對川普上任 恐怕對大陸祭出高達60%的關稅 大陸這一次似乎有較充分的準備了 還甚至把該在十月底舉行的人大常委會呢 推遲到了本月的四號至八號 意在針對美選結果擬定新的財政政策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當選 各國元首紛紛致電恭賀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也是其中之一 隨著政權即將交接中美關係 迎來一個新的調整期 贏得第二個總統任期的川普 早表態會對大陸商品徵收高達60%關稅 川普上任口重創大陸製造業 大陸學者認為川普回國大陸孔 逃不掉美國高關稅的前置 不過不同於川普2018年啟動中美貿易戰時 北京身處被動 手忙腳亂 這一回有備而來 特別將全國人大常委會延遲 這場聚焦大陸金融的財政重要會議 向來在十月底舉行 此次配合美選改到十一月四至八號 有意根據美選結果調整財政政策 此外大陸在美選前 先是發射東風31AG洲際彈道導彈 又在十月突襲是為台軍演 大秀軍事肌肉 最重要的就是要做給美國看 提醒白宮新主人搞軍事對抗美好處 加上川普揚言要對台征收保護費 美國對台支持力量減少 就不會挑起台海爭端 是北京樂見的結果 川普上來他可能要應付的對象是比較多的 他可能覺得很嚴重的問題 還不是台海問題 所以我覺得會分散我們這邊的壓力 川普上任後要解決的問題真不少 尤其川普曾嗆一天內解決俄烏戰 外界都在看他是否真做得到 烏克蘭恐將面臨美國軍員大幅減少 普丁遲遲未攻赫川普採取相對謹慎態度 觀看川普會採取何種手段讓俄烏停戰 記者黃英俊沛與北京報導 川普日前曾經表態要對中國大陸的商品 課60%的關稅 那陸委會今天也回應了 如果關稅真的大幅的上升 那麼對在大陸投資的台商來說 會影響非常的大 所以提醒了台商要做好規劃 那至於川普當選大陸是否會對我方進行一些 侵擾或是經濟的手段 陸委會也強調 這跟誰當選是沒有關係的 只要有任何的情況都會做好因應策略 川普先生在選舉的時候確實有講過 要對中國大陸增加60%的關稅 但是選上了以後會不會真的進行 這個我們還要觀察 那所以如果說這個美國的關稅大幅上升的話 我想這樣的趨勢可能會更進一步加強 那我們政府會密切關注 那也提醒台商在陸投資 要做好分散市場和全球布局的規劃 外交部他在立法院的那個專題報告裡面有提到說 就是中國可能趁美國新總統的交接任期期間 就是會加強他們灰色地帶的侵擾 這個灰色侵擾其實也不是 總統大選發生以後才發生的事情 那之前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這樣的侵擾 譬如說海警船 或者是軍機越界等等這些都不斷在發生之中 所以我們是有充分的因應 把經貿當成政治武器是中共不斷在應用的過程 所以和總統大選的結果沒有什麼關係 那該做好的因應跟相關方案我們都會做好 大陸即將在11月12號展開珠海航展 解放軍最新型的艦載機殲15T也首次的展現在眾人的面前 這款戰機不只能夠折疊機翼 甚至還可以經過改良後讓殲15T經得起 福建艦的電磁彈射展現出大陸的軍事能力 流線型的機身機尾還印有鯊魚的圖樣 在大陸航空展上 解放軍最新型艦載機殲15T首次亮相 宣告解放軍已經準備好使用電磁彈射航空母艦福建號 而且更吸睛的是殲15T的機翼竟然還能折疊 殲15T的機翼折起來了 解放軍甚至以多角度大方展示機翼折疊功能 這種設計是為了節省空間 讓航母容納更多艦載機 以提高航母的作戰效率 而這款號稱飛沙的殲15T式航母編隊核心武器裝備 採用全新的機頭整流套 還升級了航電系統 改配偶原項控制雷達 增加戰場態勢感知能力 不僅如此機體結構經過改良 在起落架進行加固加強 所以我們只要看殲15飛機的前起落架 是不是有改動 是不是變粗了 殲15T跟殲15最大的差別 就是在於起落架 為了配合福建艦的電磁彈射 要經得住瞬間的巨大拉力 並增加起飛重量 殲15T的起落架結構更加粗壯 而軍事專家也指出 山東艦 遼寧艦雙航母演練時 就出動了三架殲15T 殲20屬於一個重型的隱身戰鬥機 而殲35A相當於一個 中型隱身多任務戰鬥機 這次大陸航展的看點 不只有殲15T 還有解放軍隱形戰機殲35A和殲20 以及俄羅斯最新隱形戰機 其居一堂手肌肉 蘇57甚至當場展示7分鐘的場地 適應性訓練 這款戰機不只隱身性能好 起降距離短 甚至還能在極低速的情況下 做出超高難度的機動動作 讓現場航空迷打飽 眼福記者綜合報導 結尾們總煩惱臉上細紋 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 放心交給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活膚露全效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好 十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